哥以前欠你们的 就从这两辆车开始 慢慢还给你们好吗 上集说道 股票事件终于收尾 林晨也成了大富豪 赚到了62亿 而这段时间 在林晨一架子的助攻下 陈家也终于答应考虑和林晨复婚的事情 第二天 下午4点 林晨挂掉向泽打来的电话 他笑着看着对面的林克和林楚 哥 你这笑得有点诡异啊 大哥 你这么看着我们干嘛 我们可不值钱 你把我们卖了也换不了多少钱的 林晨翻了翻白眼 不多时 外面传来了半卦车的风鸣声 林克宙媒道 咱家东边没路了 咱们会有大车跑来这里 林晨故作不知 轩轩一个人跑来跑去怪物聊的 你俩带他去大门口玩玩吧 好 轩轩跟姑姑出去玩喽 林楚抱起轩轩 一边逗弄一边走了出去 大约五秒钟之后 卧槽 啊 发生什么了 林晨拉住要跑出去的陈家 轻声道 我给我弟弟妹妹买点东西 你不会生气吧 陈家愣了一下 之所以会有大车来 是因为你给他们买的东西 林晨点头 嗯 两辆车 陈家终于明白 这俩人上班的时候 每月赚三千能给你打两千 你觉得我会因为你给他们买车而生气吗 陈家挣脱了林晨的手 又低声道 再说了 这都是你赚的钱 我又管不着 望着陈家那羞涩欲低的样子 林晨下意识的就想低头去青春一下 大哥 嫂子 你们快出来 快出来看啊 还知道给他们惊喜 这俩人当初没白疼你 陈家说了一句 便朝外面走去 此刻的家门口 早已经围了一大圈人 兰博基尼 我的天哪 两辆兰博基尼 兰什么迷 大爷 这是兰博基尼 超级跑车品牌 兰博基尼 哦 卧槽 你一点都不激动的吗 你跟随两个卧槽呢 没大没小的 什么车跟我有啥关系 我就是来看看热闹 大爷 你知道这车多少钱一辆吗 至少四百万起步 多少 四百万 这两辆加起来 得接近一千万了 那两辆兰博基尼的外面 还各挂了一条横幅 林克 愿这辆车 能中你乘风破浪 勇望之前 林楚 愿这辆车 能带你跨越山海 圆梦永恒 也就在这时候 林辰从家里走了出来 林楚跟林克 再也忍不住 一左一右 全部都扑进了林辰怀中 哥 林辰露出宽慰 哥以前欠你们的 就从这两辆车开始 慢慢还给你们 好吗 我不要 你是我哥 你不欠我们的 林辰揉了揉 这妮子的脑袋 喜欢吗 嗯嗯 林楚擦了一下眼泪 哥 这可是兰博基尼啊 我做梦都不敢想的车 哈哈 现在你不用做梦了 哥给你买 你喜欢啥样的 咱们就买啥样的 哥 你前几天问我喜欢什么车 就是想给我们买车吗 都28岁的人了 还跟两个孩子似的 腻在我怀里 不怕别人笑话 快上去试试吧 从今以后 这辆辆车就属于你们了 当林楚和林克 上车体动的时候 挖动地 那暴躁的轰鸣声 再次引起了四周 那些年轻人的欢喜 陈家走过来笑道 你看他们俩高兴的样子 感觉比萱萱还有意思 其实我本来也想 给你买一辆的 不过向则说了 这车其实开着不舒服 也就年轻人喜欢 陈家白了他一眼 我比他们才大三岁 难道就不年轻了 再说跟我解释这些干嘛 我又不是你弟弟妹妹 现在咱俩没关系了 我可不能要你的东西 那我给我闺女买总行了吧 林陈府在陈家耳边道 我打算给你买一辆 老斯莱斯库里南 橙色的那种 我记得你最喜欢的就是橙色 我不要 不要我就自杀 而这个时候 林成国和池玉芬 也终于串门回来了 这谁的车 怎么还停咱家门口 林楚笑嘻嘻地道 你们猜一猜 老两口对自己的孩子 何等了解 你别说这是你们的 爸 恭喜你答对了 这就是我们的 林克脸上的兴奋 还是没有算去 这是大哥给我们买的 今天下午刚到 帅吧 林晨买的 林成国跟池玉芬对视了一眼 这车看起来就不便宜 多少钱一辆 沈 这车得四五百万呢 林成国和池玉芬顿时郑重 爸 妈 我这还打算给你们打电话呢 家家已经做好饭了 先回家吃饭吧 这两辆车都是你买的 几百万一辆 林晨瞪了林楚和林克一眼 却见这两人也是满脸委屈 林晨只能耸肩道 他们喜欢 买来开开也无所谓 林成国哼声 喜欢 几百万的东西 喜欢就得买 老子还喜欢飞机呢 你怎么不给老子买一架 您要是想要 那我就给您买一架 你要气死我是吧 你就惯着他们两个吧 这两个小东西早晚被你给惯换 林晨自然能感觉出来 林成国心里并没有真的生气 林晨 他们喜欢车 你随便给他们买一辆就行了 这几百万的东西 真的没必要啊 池玉芬野蛮乱道 你爸说得对 你就惯着他们吧 林晨挠着头 妈 以前是他们惯着我 现在换我来惯他们了 礼商往来吗 池玉芬顿时被气笑了 好好好 就你有钱 你说的都在里 林晨哈哈一笑 你们俩别在那里看了 赶紧回家吃饭 以后有你们看的时候